我国女子足球队在B组首轮比赛当中以0比4败给泰国队 南队则是苦吞两连败 1比3不敌卫冕冠军越南队 我国右试队上一轮败给泰国队 这回队上禁旅越南 上半场第36分钟就让对手先声夺人 前锋阮文通在禁区抽射破门 越南7分钟后扩大比分 以两球的优势结束上半场 右试队在第80分钟自摆乌龙 后卫解围失误为越南送上大礼 我国知道捕食阶段第92分钟才返回一球 这次轮到越南球员回传失误 直接将皮球送入自家龙门 右试队目前二连败断底 小组出现行事堪忧